哈囉 那個下一場的講者是尤玉 然後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他 請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痾 這樣真聽得清楚齁 好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可能有點標題是啊 然後就是 中間會有一些互動 然後我們是用Slido的一個發揮的提醒 然後一點點而已 應該只有一下下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關於測試這件事情 那就是 首先關於我是尤玉 然後我有三年的IOS Color經驗 然後我就是平常就是沒事做的時候我喜歡看書 然後有時候會看一些GitHub的Source Code這樣子 那今天會稍微有一點點的互動 然後會跟大家就是問一下說 就是問一個概念這樣子 然後我會來聊一下什麼是Open Source的測試 然後再來去看一下這個Open Source的程式吧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就是在開始之前 就是簡短一下講一下今天的主題的詳細 那我們會來稍微看一下這個測試腳本 然後測試腳本對應就是他的Source Code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貢獻者 他可以透過這個測試腳本可以來做到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甚至可以延伸就是測試腳本除了驗證 他的程式碼的正確性之外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 就是這個是Slido的一個就是方法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這個文字框 然後你可以去說一下 說一下 回應一下 就是當你聽到測試 這個名詞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 這樣子 那你可能 會說 想到測試 我想到測試工程師 我想到測試 可能想到這個 單元測試 對 那你如果看到 我也很認同那句話的話 你可以輸入一模一樣的 他那個字就會變大 然後就可以 就是 對應到他的投票數量這樣子 對 測試滿 寫很久 真的有這個感覺 我也有 有時候覺得 為什麼那些 開源的程式碼 那麼多測試這樣 大家吵架 那 好像也是 蠻有趣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 好 那我們 再 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知想寫程師 不想測試 這好像是大家的這個想法 對不對 好 真的有用嗎 OK 看起來可能差不多了 要想奇怪的特例 剛剛才聽完PBT 剛剛才聽完PBT 這應該是前面的Session 這樣子 好 測試能吃嗎 測試應該不能吃 OK 那我想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 好 那就是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房間裡面 大家就是想要測試的時候 會想要什麼 應該會有蠻多共鳴的 因為看那個字變 大家就知道說 大家都有 最大的想法就是 只想寫程式 不想寫測試 那 我覺得 就是我今天可能沒有講到這一塊 我今天 講到的都是 Open Source 它已經有測試的 這個 這個 專案的時候 它會 就是怎麼樣去使用它 這樣子 所以可能不會講到這一塊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主題 就是也蠻有趣的就是 呃 程式 用來測試的程式 到底是程式 我覺得 我們就是如果 等一下也可以聊聊看 這樣子 好 那 就是關於 這個開源的測試 我們有這個 就是今天要講的部分 這樣子 就是我們要講的 主要是有兩個部分 那首先是 呃 測試只要是 它能夠自動化 我們不用去手動介入 那它就是我們今天要考慮的東西 然後 它只要有能夠幫助到我們的程式 或是幫助到我們去解決問題 那它就是一個 好的 這個 我們要探討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不會講到的點是 呃 關於測試覆蓋率 測試覆蓋率是有點 呃 就是 不會 我們不會談到的事情 然後 我們也不會談到 這個 呃 測試驅動開發 或是其他的這種驅動開發 那 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 準備要開始做這個開源專案的話 是 或是你已經有開源專案 可是你沒有加這個 增加測試的話 那 GitHub它有一個 提供我們這個 免費的 這個 測試的機器 然後你只要寫 很簡單的這種測試腳本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使用它的機器 這樣子 那現在是免費的 那這是我的開源專案上的 這個 SWIFT Builder上面的這個CI的腳本 那可以看到就是 非常簡單 它只有大概20行左右 然後 它裡面的內容 也就是很簡易 這樣子 那 這個投影片之後會分享在 就是 可以用 就是 大家可以再去看這樣子 那 我們到底就是 為什麼要測試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 是不是偶數的這個 這個程式嗎 對 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寫程式有沒有發現說 就是 這個 這個程式嗎從 沒有考到0啊 那我就加個0 我就寫 if 等於0 然後叫return true這樣 然後再加上去 然後就完成 然後就可以收工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 你有勇氣去改它嗎 我是沒有啦 所以我會就 我就會這樣做 就是 跑起來看一看 你有沒有過好 過了 就下一步這樣子 但是這其實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尤其是上一次在 就是 做開源軟體的時候 你是 開源有可能沒辦法 就是為你 呃 帶來實際上的經濟收入 甚至有時候會有這個 會有 呃 比較 意志比較強的人 會來問你說 為什麼這個bug沒有修這樣子 那 就是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說 那你可以來幫忙改啊 這樣子 可是 又不小心改壞了 然後你就覺得說 這個 這個 永遠都用不好這樣子 那 這時候測試就可以幫好我們這樣子 然後 Salevo在 這個今年的 這個 開發者 的 這個 訪查之中 他有 就是講到一個點是 呃 有 將近七成的 這個 這個 有經驗的開發者 他有這個 持續 持續 部署 或是持續整合的這種經驗這樣子 好 這件事情就可以 讓你 可以可以 搞不好更有動力去寫測試這樣子 那 就像我剛剛說 今天可能不會 講到怎麼樣去寫測試 那我今天主要會來說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有 如果今天有時間去寫 呃 我們已經有測試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讓這個 未來的 貢獻者 來去使用它這樣子 好 那 我們今天就來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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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什麼 好 合併 合併請求 然後 我們可以就是 呃 去 了解說 這個 這個 開原專案上面 怎麼樣去 呃 怎麼樣去把這個 貢獻者 他的 他的想法把它合併起來這樣子 那 呃 所以我們就可以就是 就是 更進一步去 更有動力去寫測試這樣子 那 我們會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 呃 最應用層面的 這個遊戲 然後再來是 Library 或是這個 你的教學 教學也是可以寫測試這樣子 然後甚至我們回到 Suite本身 那 Suite本身是一個 Open Source的 它本身也有很多測試這樣 那 那 首先遊戲的部分 這是一個 就是 叫做Point 3 Point 3的這個 有點像是 它是兩個人的這個期刊 但是他們 有做一個Open Source的遊戲這樣子 那這也是 現在在Github 少數幾個 非常完整的這個遊戲這樣子 那 他的遊戲概念大概是 你會有一個拿到一個 呃 三乘三乘三 類似魔術方塊的一個文字這樣子 那 你就要在上面找出 對應的文字 然後去 呃 去跟世界上各地的人 去比較 那個 比較分數這樣子 那 他 這個 他畢竟是開源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 使用在上 這個 就是 花時間在 增加新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這個人 他叫做 JSDV這樣子 他為了這個遊戲 加了一個新的功能 他是用這個 在Homescreen上面 直接 點擊 然後就可以進度到 這個遊戲裡面 一個特別的關卡這樣子 那 這個 這個部分呢 你加了一個新功能 你要怎麼樣去驗證它 呃 其實對了 那 這個專案剛好有很多測試 所以他就 就對應加了一個測試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測試 叫做Quick Action 如果看不到的話 就是 麻煩跟我說一下 那這個Action上面呢 他就一個非常直覺的這個操作 是 如果我今天 程式啟動了 然後我在 在得到這個 啟動的來源之後 我應該要導引到 對應的地方這樣子 那這樣子 一來 我們今天看這個程式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會相對應感到 改到 這個 Source Code Source Code怎樣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喔 他的邏輯會 進而改變到 這個程式碼本身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不但 不但 這個專案得到了 當然測試 可以 可以用的方法之後 他也同時得到了 這個 預期行為 他已經明 就是明確寫在這裡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比較完整而已 就是 我怕他 我剛剛原本想說 會不會太小 對 那 這個 這部分 詳細它是使用這個 TCA架構 就是 就是 Composable Arctation 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蠻值得去看的 他的名字叫 Iso World這樣子 那 同樣一個人 他中間發現了另外一個 Bug 這個Bug是 就是 裡面有一個 付費解鎖的功能 有點像是 可以解鎖標一個 Banner這樣子 然後他發現說 他沒有 買過的時候 他點擊它的時候 他會一直Loading 然後不會停下來 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這是一個Bug 然後就直接說 我今天發現這個Bug 然後我要解它 這樣子 所以他說 他的改變就是 他認為這個一直轉 轉要停下來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就 說明一下 然後加一點測試 那 由於他本身 編輯比較長 所以我建議你 有空的時候 去看一下他這樣子 好 那 對於剛剛的 這個遊戲 應用層面 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實際上 比較難去 開源或是 使用一個什麼 呃 使用一個 就是比較完整的方案 放到開源那邊 呃 甚至我有稍微去看一下 那個社交距離的APP 就是在IOS 這本身是開源的 他本身的測試 也沒有相對那麼多 所以他畢竟還不是一個主流 比較主流是偏 這個Library 就是工具啊這樣子 那 我覺得工具也是我們 開源 蠻容易接觸到一個層面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是Armafile Armafile 是一個 就是應該是 星星數最高的一個 一個IOS Library這樣子 好 順便看一下這個 如果你今天如果 有興趣做課程 開源式的課程的話 你要怎麼做 Armafile這邊 有一個開發者 然後他遇到一個 就是 就是 明顯的問題 就是他的這個 Error Message 會有這個 亂跳的情況 那 這個亂跳 乍看之下 就是 一般人不會有這個需求 只有他有 為什麼他有呢 是因為他 把這個Error Message 存到DB裡面 他每次都要拿出來 然後再比較 之類的 所以 這個開發者 這個 開源專業的這個主持人 他叫 呃 我還是不太會念他的名字 但是 呃 他就是跟他 跟貢獻的人 稍微互動一下 知道說 原來他有這個 他的目的 然後他也覺得這是可以 就是接受的 所以 他希望他加一些測試 然後 去 確保說 使用者或是未來 在改的時候 不會去再破壞到他的這個希望 這樣子 所以他就 然後 呃 一樣就是 做一些互動 那我覺得這裡面 比較有趣的看點是 他做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專案 他同時也有他自己的堅持 他不會 就是他 希望他有一些 呃 更正確的命名啊 或是更正確的這個寫法 所以他會用一些 這個描述 然後去說 就是 呃 我覺得這個命名 可能沒有符合一般人 或是 不是符合我的 所以他 用一些就是對話 來去 讓這個貢獻者去處理 而不是直接幫他修改 我覺得這也是 做一個貢獻的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 大概就是 他說這個命名 我覺得可以變怎樣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是 OBCCIO 然後這個 這個是 有點像是 付費訂閱的影片 那但是他的整個 裡面的程式碼都是開源的 你可以到他的KeyHub上面去看 這樣子 比較難搜尋 因為他每一個 他畢竟沒有 就是 強化的優化 這樣子 所以可能 對一些人來說比較陌生 那 呃 他裡面的主題呢 比較偏向是 他去研究一些進階的題目 然後去 當作這個 經濟來源 然後你可以去訂閱 然後 接受別人訂閱 然後去看一些付費影片 但同時他有免費影片 提供像我們 第一次接觸的人 去知道這樣子 那 我挑的這個主題 是一個免費的 它叫做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UI的State解釋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它是跟 用這個 View啊 跟Node啊 來去做這個理解 那 你在看 就是去訪問這個網站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它裡面有一整個就是文章的體系 然後把它的這個 這個 怎麼樣去 解釋 甚至重做一個這個 SWIFE UI的裡面的 這個View 然後來 呃 來告訴我們說 它 怎麼樣去運作這樣子 然後甚至 它還提供了 那個Sample Code 在GitHub上面 那 它其實不是所有的這個 影片啊 都有這個 代言測試 但是很有趣的是 它的代言測試 就是 也很容易理解 然後甚至有時候讓我覺得說 喔 我看了這個代言測試 我就可以不用一直去 一直去切那個時間點 我反而更容易吸收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就是 看專案的一個概念 分享給大家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 有時候會看一個 看一個東西 然後反而 發現說 就是看一個教學 然後發現 前面它講什麼 然後它這樣做 都是把前面改掉之類的 那這時候有測試 它一次 一次都通過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可以去回想 去看它的程式碼 就可以回想 不用跳時間走 那最後是 來講Swift這個語言 呃 這應該是目前 屬於本身 最大的這個開源專案 那 它非常的大 大到就是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把它全部看完 然後我 我在 呃 嘗試再去理解它的程式碼 呃 程式碼還有測試程式碼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也是 呃 需要 就是 需要去 體諒的點 就是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這個 主持這個專案的人 我知道說 很多人來看 然後可以看到 就是一堆的文件 一堆的程式碼 甚至它的 它的使用的東西 都不是平常用到的 所以 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 這個 如果讓 貢獻的人 來使用 就變得非常重要 這樣子 那 這是我 呃 這是我有查到一些 它跟測試有關的部分 那 呃 這邊 這邊 比較有趣的是 它的這個文件大概有50篇 那非常的難找 就是 呃 你可能要真的要就是 把它的教學 稍微看一下 然後才會比較容易 能夠上手 這樣子 那 至少 至少 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改了它的 source code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驗證說 你沒有改到 把其他東西改壞 這樣子 那 這是我 去年 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看到那個 assign away 那個 concurrency的這個程式碼 然後就發一個PR 然後這個PR 就是 我就照我很開心的說 喔這個 就這樣寫就好啦 就放進去這樣子 然後 呃 我就 呃 就收到一個回覆 他說 非常感謝你來 就是貢獻我們的專案 那 可是我 可是這個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Public API 它需要 收集很多人的意見 所以是不是有一個 專門討論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然後甚至它還要求我 需要寫一個測試 然後來 去 呃 確認這個 這個程式碼是對的 然後甚至它未來也不會錯 這樣子 那 我聽到這樣的回覆 我覺得 哇這個真的非常動力 可是我還是不會 然後我就 拖到現在 我這個PR還是 Draft 這樣子 對 至少我覺得我 就是 今天講完之後 我更有動力去做 這樣子 好 那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你除了在 Open Source 去把Bug修正之外 甚至還有Performance的問題 你有時候 在這個非常基礎的框架 你被很多人使用 甚至你的使用者 越來越多 他會開始顧慮到一些Performance 或是 呃 他的使用方法的 這個情況的話 那 這個時候 最後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是 這個 Batchmark 那 這個是我看到 在推特上看到一個貼文 那這個貼文是在說 就有一個 然後他到蘋果 去 去當 intern的時候 他就馬上 學一個 這個 遺失的這個Bug 這樣子 那甚至他 可能也不是Bug 就是一個Performance的 缺點 那 這邊就是他的PR 那他PR就非常簡短 就是說 呃 我參考了什麼 然後 我就把那個 那個部分的 就是 持座搬過來用 而已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這樣也行 對 沒有 我認知是說 呃 有些時候 貢獻 他不是 呃 不是 不是困難的 有時候 很多人都想要幫你 但是 他不知道怎麼從哪邊幫 然後 他甚至 呃 甚至只是 純粹把 之前還沒做的事情 拿過來用 拿過來 就是 別的地方已經做好 拿過來去使用而已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呃 大家都知道台灣人很熱心 然後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熱心 這樣子 所以 這一個部分 我幫你把這個 Performance修完之後 其實有一個 有趣的測試工具 叫做 Benchmark Benchmark 他的 概念就是 他比較之前的實作 跟之後的實作 然後去比較他的時間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他做完之後 那個時間差距 是 是 可以用那個 感受到的 那種想法 可是感受這件事情 他 同時也要去顧慮到未來 在某個時間裡 有人改動到這個實作之後 他的效率可能會下降 所以他就先把這個 這個 測試的結果 把它 就是 呃 記錄起來這樣子 那 Benchmark 大概 有很多種方案 那這個 這邊是就提一下 這個 Syfer的 Document裡面 然後 針對Benchmark裡面講的 這樣子 好 那 剛剛 不知道大家聽完 就是應該知道快 快接近尾聲了 那我們就 聽了那麼多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加測試的話 要怎麼做呢 這是我自己猜的幾個點 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可以 加一些很基礎的測試 至少有 先求 先 第一步 就是 呃 有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快速的成長 這樣子 那 呃 測試還有很多領域 比如說 呃 非用部的處理 然後比如說 呃 呃 呃 你依賴一個 外部的套件這件事情 那這相信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那 我覺得今天做一個 非常 我覺得是入門的啊 想要 給大家不同的概念 我覺得那邊就是 可以希望你 激發你的這個興趣 去理解更多 跟這個 測試領域相關的 就算你今天是在做需求 然後童先 童先你 也要去 擔任一點點 測試的工作 因為 呃 相對於測試工程師 他們所能測的這個 這個 範圍 可能更多 就是 呃 我自己也 沒有到 那麼的理解說 測試工程師在做什麼 但是 我認真覺得說 呃 至少 至少 我可以使用測試腳本 然後讓我們的程式碼品質 可以把bug換成是 呃 重複去驗證的這個 測試腳本 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看了 Apple的這個文件 我們也知道說 呃 它的程式碼那麼多 它有各種 這種等級的程式碼 你一定要告訴 幫助你的人說 怎麼樣去 去 去跑這些測試 至少 至少 呃 本地可以先跑過一遍 那 它可能有 就是Merge用的CI 那這個CI 它也會 你應該要提供一些 相對的這個指令 然後讓 這個 貢獻者去 呃 去使用你的這個 測試腳本 這樣子 對 那 呃 最後是CI的這個機器 那 就像我們一開始說的 Github有一個免費的CI機器 那甚至 呃 如果你 呃 更可以的話 你可以接受這個 貢獻者的贊助 然後 去 呃 或是 你 我這樣說的有點怪 但是 基本上CI 現在有目前免費的方案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服務的話 那 我建議你還是多去研究 這樣子 那 呃 這就是我今天 呃 主要分享的部分 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 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 啊 有 呃 你的問題是測試完之後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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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它的情況 因為 有些時候 像 呃 加了測試之後 可能你有很多種情境 沒有 沒有描述到 那 你可以自己 把它 merge之後 再去改 像 我之前有加 Swift4Mate的這個 這個 PR之後 它有成功 merge進去 可是那個作者就 用它的方式再寫一遍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都是看個人 不要因為 就是 我覺得 中心思想就是 讓 幫助那些 想要幫助你的人 這樣子 那這樣子你的 呃 相對的這個成本 就會比較低 好 好 那就 再次謝謝劉玉